家庭主妇早起为丈夫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 闹铃一响 她就及时叫丈夫起床吃饭 没想到就因为最后的汤还没盛好 就遭到了丈夫的嫌弃 可她明明是为了丈夫能喝上热乎的汤 精致的早餐终于全部端上桌 她满心欢喜地拍摄了成果 扭头喊丈夫过来品尝 丈夫却冷漠地回答 失落的情绪瞬间涌上了她的心头 沉着脸尽量平复心情 没想到这却惹怒了丈夫 即便遭到了冷暴力 她依旧是笑着说丈夫过分 临走时还要贴心地送上雨伞 问丈夫今晚什么时候回家 她好准备晚餐 却得到了不确定的答复和一张臭脸 即便如此 她依旧将早餐照片配上文案 让外人看来他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 电视上播放着丈夫的新闻 大府是为广告设计师 斩获大奖无数 在女性中也颇受欢迎 谁能想到她在家中 竟是这样冷暴力妻子 屋外排放着河污水 屋内她将精心准备的早餐 倒进垃圾桶 长期被精神霸凌的小倩 还要一次又一次 忍受婆婆的催生电话 大府可是他们家族的长男 还是尽早传宗接待比较好 小倩先是无奈地躺下 随后又好像被点醒 丈夫终于在深夜醉醺醺地回家了 刺鼻的气味让小倩下意识地躲闪 可这却让丈夫不爽 小倩连忙道歉 接着又在丈夫的垂墙催促下 跑到卫生间放洗澡水 小倩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总是被丈夫无辜辱骂 几天后 前同事早苗前来拜访 还给小倩带来了红酒 但她正在备孕不能喝 得知小倩的丈夫已经去出差后 早苗提醒她 大府和编辑部的余佐梅走得很近 他们俩不清不楚 同事间流言四起 原来小倩在成为家庭主妇前 曾与丈夫以及早苗在一家公司工作 为了婚姻才放弃了事业 余佐梅就是在她离开后接替的员工 无论早苗如何劝说 小倩还是选择相信丈夫 因为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 那些美好的记忆还清晰地存在脑中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小倩被查出了已怀孕六周 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相信孩子是一切的转机 丈夫马上就要出差回来了 又正好快到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小倩准备到那天给丈夫一个惊喜 她发信息提醒丈夫24号早点回家 没想到丈夫竟然没忘记这个重要日子 小倩摸着肚子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可到了结婚纪念日这天 小倩精心准备好了晚饭 结果等到后半夜才等到丈夫回来 小倩走上前想解释 丈夫终于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 上前抱住了她 可小倩却猛然推开了丈夫 因为她在丈夫身上闻到了陌生的香水味 忍不住问丈夫是不是和谁见面了 这下让心虚的大夫恼羞成怒 丈夫留下了一句扎心的话 头也不回地摔门离开 小倩猛然起身想要追上 却突感一阵腹痛 鲜血顺着她的大腿跟流下 怀孕的事还没说出口 心爱的一切就被丈夫彻底摧毁了 独自休养了一段时间后 小倩终于能够起身 看着那张臂抄罩 她不由得泪流满面 小倩走到阳台想透透气 却收到了丈夫的短信 意识到自己发错了人 丈夫连忙长按撤回 而这也让小倩的心彻底死了 她拔起菜刀 愤恨地砍向二人的合照 直到听见了敲门声 她才惊诧地放下刀 门缝里被塞进了一封信 打开一看 不知是哪个受害者组织 想要帮助小倩 打开心里的网址 出现了个面具人 最棒的复仇不是杀死丈夫 而是让她体会人间炼狱 积极心理学中有五个幸福要素 积极情感 成就感 友好关系 沉浸感以及人生的意义 将以上全部夺走 便能将丈夫社会性抹杀 小倩不懂这深奥的心理学 但她看着那张臂抄罩 想到自己已经失去孩子一周 丈夫却依旧不闻不问 她下定了复仇的决心 第二天 名叫早苗的同事再次来找小倩 这次她拿出了大府出轨的切实证据 早苗心疼小倩 劝她离婚 但这未免太便宜渣男了 不如帮她进行接下来的复仇大吉 早苗成为了小倩在丈夫公司的内影 抓住时机拍下了余佐美的日程表 她会在14号和大府共进晚餐 华灯初上 曾经小倩也幸福过 但现在她老公的手却牵着别人 面具人为小倩安排了一个帮手艾米莉 她让小倩戴上耳机等待指示 实则是想让她更彻底地听到 丈夫是个怎样的混蛋 这段对话彻底激怒了小倩 她让艾米莉开始行动 酒吧可以是男人的烈焰底 也可以是女人的狩猎场 艾米莉主动靠近大府 突然被一个知性优雅的妹子搭讪 她肯定是招架不住 接着又趁大府看手机的间隙 将神秘液体倒进了她的酒杯 等她毫无防备的一饮而进食 已经为计划的成功奠定了基调 时机成熟 该让另一位女主角入场了 公司中的余佐美被加班拖住 早苗及时出现懒过工作 好让她出发去约会 酒吧里的艾米莉也在抓紧发出公事 吹捧大府又帅又能干 大府立马爽到 表示能为了艾米莉推掉一切 玉火刚攻上大府的心头 她就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 要从后面喷涌而出 丈夫的肚子闹了别扭 小倩知道时机到了 连忙去占用酒吧的卫生间 大府虽然急 但她也没办法不测 于是回头拉起艾米莉 想现在去酒店解决 可艾米莉就非要她陪自己再多喝两杯 大府又去厕所用力敲门 但小倩就是不理会丈夫 大府终于忍不住要结账去店外找厕所 却恰巧碰到于佐美加入战局 热情地挽住了她 艾米莉开始拱火 开始和于佐美抢大府 还说待会儿要去酒店 于佐美生气质问 腹中的翻江倒海让大府没力气编织谎言 于佐美不断地摇晃她想要个解释 这一晃就加剧了流动 大府的菊花是真的要憋不住 大府被于佐美一推 直接彻底失手 从旁边客人纷纷舞逼的反应 就不难看出气味有多上头 那场面尴尬极了 于佐美也终于在艾米莉出现后 彻底看出了大府这个人渣的真实面目 看着丈夫绝望的样子 角落的小倩没忍住笑场了 回家的路上 心情更是久违的愉悦 丈夫狼狈地回到家中 却依旧再沉微风 却不知道妻子在背后偷偷笑她 小倩一边为丈夫放着洗澡水 一边下定了决心 但是她并没有因这样的惩罚而消停 不久后早苗又给小倩发来了 她丈夫大府在公司勾搭实习生的视频 并且大府依旧春风得意 上电视上杂志接受采访 不过巧的是 这次采访大府的记者 正巧是小倩的同学 小倩看到丈夫的出轨视频后一脸阴森 白衣旁的小朋友都下了一大条 记者朋友看穿了一切 只要小倩开口 她就写一篇报道为同学出气 标题就写 当红帅哥广告人 完美丈夫背后的真面目 小倩笑而不语 第二天早上起床 丈夫又发起了脾气 小倩等丈夫吃完早餐去收拾餐桌时 又发现她根本就不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 明明特意准备了杯垫 但丈夫就是非要往桌子上放 晚上 小倩又收到了神秘来信 面具人提醒她进行下一轮报复 夺走大府的成就感 信封里有一个U盘 里面放着大府不断获奖的真相 就像爱迪生那样 总是拿走别人的作品 数上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 小倩找来了早苗 丈夫最近的获奖作品 是她的原创 小倩鼓励她不要害怕 如果想要发声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 但早苗不想把事情闹大 表示这在设计行业司空见惯 后辈将作品给前辈使用 是能够获得快速提拔的最好方式 以大府的名字参赛 才更容易获奖 并且她也保证了 下次一定会在作品上 加上早苗的名字 纯纯一副被POA的说辞 晚上 小倩收到了婆婆寄来的 一大箱被运用品 她的心情万分复杂 丈夫还在此刻发来了消息 让她打电话去感谢一下婆婆 小倩想起因丈夫流产的孩子 更坚定了她复仇的决心 到了深夜 喝得烂醉的丈夫 终于被同事送回来了 在他们的对话中 小倩想起这个叫阿东的同事 似乎也被大府夺走过作品 三人在客厅坐下 小倩继续为丈夫倒酒 好生好气地伺候她 还故意恭喜她最近得的大奖 目的就是让丈夫 趁着酒精大放厥词 做设计师啊 可不是只有品味就行 说到底还得靠得奖啊 阿东啊 再多拿出点东西给我呢 我觉得你很有天赋 作品都能为我所用 听到证词 小倩笑了 丈夫却转头教训起了她 丈夫的话彻底激怒了小倩 她不仅拿来了啤酒 还趁机打开了手机录音 等丈夫醉倒熟睡后 她又拉住阿东 要和她谈谈关于作品的事 第二天小倩又把早苗叫到了咖啡厅 给她听了昨晚的录音 以及阿东说出真相的证词 早苗震惊地听完了一切 小倩鼓励她加入 受害者共同发生的行列 并拿出了由她记者朋友 撰写的揭露大府的新闻稿 早苗担心如果把大府搞垮了 小倩的日子也会不好过 但明显小倩已经下定了决心 另一边 大府刚到公司就被领导叫进了办公室 一封联名举报信被丢在了她的面前 大府刚想否认 录音和新闻稿又被甩出 领导表示这件事已经被压了下来 但这次广告奖的参赛必须撤销 大府很气愤 你们当年也都是这么做的 凭什么针对我 领导也很无奈 我们收到了内部举报 必须得给个交代 大府被降了职 早苗觉得这样还不够 将他的糗事散播到了整个公司 同事们对他议论纷纷 大府终于受不了 怒摔公牌 主动辞职 回到家的大府还在嘴硬 说是上司的过错让他背锅 他无法忍受才辞职了 并且他已经准备去老爸公司上班了 小倩想要安慰大府 说可以趁机好好休息一下 没想到大府却说 奈何他是一个富二代 混不下去就回老家继承产业 难怪平常可以目中无人 小倩为了继续报复 也只好跟着丈夫 奥田集团在当地赫赫有名 大府一回家就被父亲提拔为了董事 而小倩却因此开始了新一轮的受难 他必须应付对他百般刁难的刻薄婆婆 刚回到家 婆婆就嫌弃小倩穿的裤子 不符合奥田集团继承人媳妇的身份 小倩本想立马去换 却又被婆婆问起感谢韩的事 他连忙回头拿了过来 感谢韩字既工整 小倩用心准备了 但婆婆却是满脸的不悦 接着婆婆又问起了回礼的事 小倩连忙把准备好的礼物清单拿来 可却遭到了婆婆的无情嘲笑 用这种便宜货回礼 我们的档次都被拉低了 婆婆明明知道小倩的父母 在她的大学是因车祸去世了 却还要如此出言侮辱 但小倩却只能强压着内心的愤怒 婆婆走后 她刷着手机羡慕着朋友美好的生活 而她却像一只没有幸福的球鸟 小倩精神太压抑想小睡一下 没想到一不小心睡过了头 大夫回来看到没有晚饭 又阴阳怪气了起来 大夫这张破嘴一看就是他妈亲生的 他并没有告诉小倩明天有家庭聚会的事 第二天婆婆盛装打扮而来 看着衣着朴素在打扫卫生的儿媳 又忍不住教训了起来 大夫还在一旁拱火 这家伙就是怎么都教不会 昨天她还睡大觉没给我煮晚饭呢 全家一起外出吃烤鸭 饭桌上男人聊工作 女人没资格插嘴 婆婆疯狂暗示小倩服饰 公公处赞小倩贤惠 聊起了大夫的姐姐和美食 公婆俩满脸嫌弃 只是因为和妹妹按照他们铺好的路早早结婚 甚至因此选择了离家出走 他们说传宗接代是女人最重要的任务 话里话外都在嫌弃小倩 现在肚子都没动静 殊不知谁才是让他们抱不了 孙子的罪魁祸首 他们一边让小倩帮他们包烤鸭 一边说着小倩的不是 小倩气得颤抖 一不小心打翻了一旁的茶杯 遭到了三人的共同嘲笑 大夫的姐姐和美听说了弟弟回家族企业工作的事 特意将小倩这个弟媳妇约了出来 和美知道爸妈生性刻薄 害怕小倩会受到委屈 让她有事可以和自己说 不仅如此 她还介绍了一个奥田公司的董事给小倩认识 常泽是和美的发小 如果找她帮忙的话 她一定不会告诉董事长和大夫的 小倩一回到家就看到了面具人的信 社会性抹杀丈夫的第三个计划该开始了 这次要夺走大夫的人际关系 信封中放着一台明显有些粘头的翻盖机 里面有一段霸凌视频 大夫原来从小就嚣张 当众欺负同学 这些自大嚣张的话 正是丈夫经常用来霸凌她的言语 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 渣男真是一点都没有改变 面具男为小倩提供了一个匿名账号 好让她放心地将这段霸凌视频上传 小倩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还没有下定决心 晚上她听婆婆的话再练毛笔字 丈夫回来让她把纸收起来 却一不小心 丈夫霸凌同学时说的话 和刚刚的这些话 交织在小倩脑海中 令她头疼欲裂 终于在深夜点击了上传 忍无可忍的她将之通过匿名账号上传到了互联网 大府是澳田集团的继承人 是世人眼中的年轻企业家 视频被疯狂转载评论 社会性抹杀丈夫的第三招 摧毁她苦心经营的人际关系 视频在网络爆火 后台消息多到看不过来 丈夫慌乱地冲回家翻箱倒柜 试图找出当年那个被霸凌者的信息 丈夫越着急 小倩就越开心 甚至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很多被霸凌者发私信感谢小倩的勇敢曝光 有的因为她获得了反抗的勇气 有的因为视频的社会影响 让最近的霸凌者消失了 这些都让小倩确信 自己现在所做的是正义的事 但就在这时 一则私信引起了小倩的注意 一个叫全川的男人声称自己是视频中被大夫欺负的人 希望有机会能约小倩出来谈谈 小倩回忆起昨晚丈夫似乎就是在找全川 她突然兴奋了起来 只要能和这个人联手 获得更多丈夫的黑料 她就能更好地复仇了 一见面 小倩就说自己也是被大夫霸凌的人 如果全川需要 她可以找记者朋友帮忙继续曝光 可全川一开口 小倩才知道自己太天真了 好不容易忘记的痛苦回忆 却被小倩私自公开于众 全川只想余生过平静的生活 却因为小倩站上了风口浪尖 甚至让她被澳田集团追杀 在全川含着泪的哀求下 小倩当场删除了视频 这犹如一盆冷水泼在了她的头上 小倩回家躺在沙发上 反思自己真的做错了吗 当她再次打开手机 那段视频已经被保存的人再次上传了 不仅如此 大夫也遭到了人肉搜索 工作 背景 家庭住址 以及她漂亮老婆的照片 小倩这才意识到 她为了复仇引火上身了 就在她惊魂未定的时候 家里的座机响了起来 刚挂电话 手机铃声又把小倩吓了一跳 婆婆命令她明天一早来公司会面 原来霸凌视频的发酵 导致公司电话被网友打爆 客户们也纷纷要求终止交易 澳田集团因为这段视频面临危机 小倩走进办公室 就看到满脸伤痕的丈夫 不知是走在路上 被正义知识打了一顿 还是不争气的儿子被老爸叫去了 小倩的董事长公公开口 问大夫要怎么承担责任 大夫否认自己霸凌 妈妈也在一旁帮她开拓 甚至回头怪罪其小倩 没及时为丈夫处理公关危机 公公大声呵斥 不是为了维护小倩 而是单纯觉得老太婆吵 她和这家公司因为这段视频 遭受了七尺大乳 她才不管大夫有没有霸凌 反正你们两口子要一起 把这事给我解决了 突然要背起丈夫 在青春期犯下的过错 这对于小倩来说真是无望之灾 反正也没说要怎么解决 小倩决定添油加醋一把 直接在网络上开启了道歉直播 我老公说她不记得关于霸凌的事 我作为妻子也决定相信她 这番明显是在逃避的道歉发言 更加激起了网友的愤怒 大夫再次登上了热门 小倩开心地喝着红酒 丈夫打来的电话证实了 又一波复仇成功 小倩打开了油管 看起了最喜欢的博主的视频 这位博主一直在抨击社会不公 对方一直在与黑粉做斗争 向来都是以积极向上的形象示人 小倩撑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看她的视频获得力量 感觉有一个人在陪自己做正确的事 可是这天早上醒来 她却看到了这位博主坠楼身亡的新闻 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第二天 记者同学来找小倩吃饭 谈起网红博主自杀的事 她上学的时候也经常遭遇校园霸凌 当上网红之后又经常受到黑粉攻击 长期的精神压力或许是令她自杀的原因 那个上传大夫霸凌视频的人 表面上说是想消灭霸凌 却处处将矛头指向大夫本人 以她记者的直觉来看 上传者想消灭的是大夫 这才能将20年前的视频翻出来 小倩回到家后又收到了面具男的信 视频对于大夫的伤害超过预期 而犯错的人就该被彻底抹杀 接下来应该趁热打铁进行第四步 夺走大夫的投入感 可小倩却犹豫了 一开始她只是想折磨丈夫 但博主受到键盘侠攻击而自杀的事 让她开始害怕自己的行为 是否也会将丈夫逼上绝境 最后自己成为了杀人凶手 最近丈夫都不对小倩发脾气了 她沉迷于工作 想向董事长父亲证明自己 重新取得父亲的信任 每天回到家都是疲惫不堪 这天丈夫上班后 小倩收到了一份资料 原来大夫太急功近利走了歪道 这是她涉嫌不正当经营行为的证据 只要小倩将之公开 丈夫就彻底完蛋了 可她却犹豫住了 这时电话响起 是大夫姐姐的发小 同时也是大夫的同事长泽 她发现不得了的事 但大夫的姐姐却不接电话 只好来找小倩 长泽发现大夫每次出差 都会伴随着大额资金流动 涉嫌不正当交易 还用自己的职位作为威胁 花言巧语蒙骗财物 她已经决定在公司会议上揭发这件事了 就是担心这会给小倩带来麻烦 因此特意前来告知和道歉 小倩听这话万分熟悉 她经常听到面具人这么说 于是拿出了刚刚收到的资料 问长泽是不是她记得 没想到长泽一脸猛 反问小倩这是从哪来的 小倩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 有些尴尬 但她没有阻止长泽 而是让对方去勇敢揭发 不需要顾及自己 这确实都是大府应得的惩罚 当长泽在董事会拿出这份证据时 大府的董事长夫亲脸都气虑了 大府更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事情都进行到了这一步 这段婚姻也无法进行下去了 小倩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并将婚戒摘下放到了桌上 大府突然骂骂咧咧地回到了家 满脸伤痕的她看到了行李箱后更加气愤 开始对小倩质问 大府抓住小倩的手 靠在门上想和她好好聊聊 可小倩却一把甩开 迅速跑出了门 不停地按着电梯按钮 终于逃出了这个家 收留小倩的是大府的姐姐何美 小倩不好意思 说会尽快搬走 但何美却不介意 让她把自己当成亲姐姐 安心住下 这段时间大府处于失联状态 何美无论打几个电话都联系不上弟弟 针对丈夫的复仇还有一次 恋剧男再也没给小倩记过信 她觉得日后的生活就这么平静地过下去也挺好 直到这天大府的同事长泽 提出要与何美以及小倩聊聊 虽然这份举报大府的文件证据充足 但大府那天在董事会上说自己并不知情的样子不像眼的 长泽开始怀疑这有没有可能是陷害 究竟是谁把文件寄给小倩的 小倩表示自己不知道 何美提出要去她家看看 行李箱还丢在地上 而阳台的门却是开的 何美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 何美担心大府已经跳楼自杀 长泽抚慰她 如果大府真的撑不下去的话 她一定会先和你聊聊的 何美表示自己其实想要去警局报失踪的 没想到母亲却极力阻止 真是不可思议 比起儿子的安慰 她竟然更在意别人的想法 长泽离开了 何美睡着了 面具人的信又出现在了小倩的面前 第四次的报复也大获成功 这次的报复足以改变大府以往被父亲支配的人生 面具人请小倩帮忙进行最后一项社会性抹杀大府的计划 向大众揭露大府在婚姻中对她的所作所为 这将彻底抹去大府人生的意义 将复仇圆满完成 比起完成最后的计划 小倩此时更感兴趣的是面具人的身份 看着对方上次给她的 用来发布大府霸凌视频的匿名账户 她将登陆名麦元明进行了搜索 这个人果然存在 开了好几家公司 还开设网站帮助需要救助的人 小倩顺着地址找到了麦元明 但她好像并不是面具人 平时忙于工作的她很少刷动态 就连大府的霸凌视频在网络上疯传的事 她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 更别说这个账号是谁的了 但这些事可能确实和她有关 有一次大府正在和同学们 欺负视频里的全穿 是麦元明出手阻止 还有就是在他们高中不同校之后 麦元明偶然遇到过一次大府 当时大府浑身伤痕 据她所说是被父亲打得鼻青脸肿 好心的麦元明上前安慰 虽然之后大府一次也没来过他家 见面也不跟他说话 但谁会自称麦元明 麦元明本人还是有猜测的 小倩回到家后 将面具人寄来的所有信摆在桌子上 看着他们细细思索 又将面具人的视频调高亮度 终于在角落的背景中发现了线索 这幅画不正与她家里的一模一样吗 小倩将这一切告诉了大府的姐姐 并且怀疑面具男就是大府 事已至此 何美也摊牌了 她拿出了两幅风格迥异的画 却都是大府所作 或者说一幅是大府画的 一幅是麦元明画的 何美说起了成年往事 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 被打得却总是弟弟 因为大府被当做接班人看待 父亲对她十分的严厉 达不到要求就会被揍得满脸上 在见识过麦元明保护被霸凌的同学后 久而久之 大府分裂出了一个叫做麦元明的人格保护自己 何美在听说弟弟经常在学校自称麦元明后 才慢慢意识到他患上了分离性身份障碍 也就是传说中的多重人格 为了保护自己 麦元明甚至提出要杀死父亲的想法 何美连忙阻止弟弟 并在工作稳定后将他接了出来 在姐姐的疏导照顾下 大府的情绪逐渐稳定 其他人格也不再出现 所以当大府结婚后 何美就没有再关注过这件事 没想到一切压力都倒在了小倩一人身上 何美感到十分抱歉 得知真相的小倩没有进行最后一项复仇计划 面具男就把大府家暴的证据寄给了小倩的记者朋友 记者朋友想要为小倩出头 但小倩却准备和平解决这件事 她又一次获得和面具男视频的机会 面具男戏数着大府的过错 小倩却问她是不是大府 担心她的安危 想和她见面 被拆穿后大府接下了面具 麦元明人格的重新出现 是从小倩流产开始的 大府看到了小倩的日记 才发觉了自己的过错 刚结婚时 大府确实是个好丈夫 也是个积极向上的好员工 可一段时间后 上司对她吹毛求疵 公司里潜规则不断 她的创作也遭遇瓶颈 不知从何时起 大府变得和父亲一样 将装有自己所有不如意的拳头挥向家人 麦元明人格的再次出现 是她对自己的反思 小倩不愿惩罚自己 她就自己来 大府自杀后被送进医院 前来看望的母亲 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而父亲却依旧利益至上 愿为大府轻易伤害自己 是丢了家族的脸 出院后 夫妻俩回到了自己的家 大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 而小倩也抱歉 自己为了报复 将她推到了现在的境地 或许改变才是最好的选择 两人决定先分开 大府积极接受治疗 而小倩也终于能放下 因婚姻带来的一切 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